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我将给大家讲解如何进行Vue中的动画封装,让我们的动画变得可复用。 打开我们的编辑器。 在这里呢,我准备了一段以前我们写过的代码,也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通过点击Toggle来进行DIV的一个隐藏或者显示的一段代码,大家来看。 这段代码我们以前用的很多了,我就不再重新写了。 然后呢,我们到页面上来看效果。 刷新,就这样一个见影见线的一个效果啊。 好,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这种见影见线的效果呢,实际上在业务之中可能用的会比较多。 我们就希望啊,对这个效果进行一个封装。 那怎么封装呢?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这么多的写代码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建一个组件。 没有点Component。 这个组件的名字我就叫做Fade。 然后呢,它来一个模板。 模板里面呢,我把Transition这段东西拿过来。 接着,我这么去写,我写一个slot,也就是我让外部来给我传一些DOM元素。 紧接着我还需要外部给我传一个show的这样一个变量。 我要根据这个变量来判断,外部传过来的DOM是否要被显示。 所以这块写个v-show等于show。 好,这个时候我们组件就封装完了。 那么如果我想让这个Hello World具备这个动画怎么办呢? 不要像以前这么写了。 我们只需要这样去写就可以。 用一下这个Fade组件。 Fade组件里面呢,需要你传几个东西。 首先你要传插槽里的内容,我们已经通过Hello World传给自组件了。 紧接着呢,你要传一个名字叫做show的一个变量。 它呢,等于谁? 等于你副组件的这个show这个变量。 OK,保存一下,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点击toggle啊,说有一点问题,我们查一下错啊。 来,到代码里面。 HandleButtonClick的时候,this.show等于this.show, 然后呢,我们来看Fade的时候,我们传递了一个show给这个自组件。 v-if,咱们来试一下。 好,再点啊,哎,你发现你得用v-if自组件才能去实现这个动画的效果。 OK,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 这个时候啊,其实我已经把这种动画效果完全封装在了一个名字叫做Fade的一个动画组件之中。 那之后我如果再想去用这种动画效果,只需要怎么用呢? 复制一份出来。 然后呢,你可以传一个不同的道母元素进去。 保存。 啊,这么写完,再到页面上来看,点击toggle。 不管是下面这个he也好,还是下面以前的我们这个div也好,它现在都有了这个见影见现的动画效果。 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对动画进行了一个封装。 其实啊,动画的封装不仅可以这么去封,我们可以顺带着把这些样式什么一起封装到我们的动画组件里。 那怎么封装呢? 我们可以不用CSS动画,转而使用GS动画。 于是,外层的这个style就没有任何的作用了,我们把它干掉。 取而代之,我们在里面去写at before enter,等于handle before enter。 然后呢,我们需要在这个动画组件里面这么去写,message before enter function。 好,它会接受一个el,大家还记得吗? 啊,然后呢,我可以让el.style.color等于red。 好,当before enter这个勾子执行完之后呢,还会执行一个enter这个勾子。 我们在这写一个handle enter,再来定义一个handle enter的方法。 它会接受两个阐述,第一个是el,第二个是done。 然后呢,我们可以set,cham,out,做一个异步的动画。 两秒之后,我希望元素的颜色变成绿色。 保存,我们回到页面。 当然呢,刚才我们少写了一个东西。 记得,当你动画执行完了之后,一定要手动的调用一下,但这个回调函数。 保存,我们刷新页面。 这个时候它会提示一个错误。 我们来看错误在哪。 handle enter这个方法,前面少了一个逗号。 加上之后,我们再回到页面,点击刷新。 好,点toggle,大家来看,先变红两秒钟之后变成绿色。 也就是说,我们封装了这样的一个动画效果。 那如果这么封装,大家来看啊, 你所有的动画其实都写在这个fade的组件里面。 外部只有,只需要调用这个fade的组件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再去全局里面去写一些style样式了。 那这种动画的封装是比较推荐的一种动画的封装。 因为它可以完整地把所有动画的实现全部封装在一个组件里面。 好了,讲到这儿,就给大家基本地介绍完了view之中的动画封装。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大家加油。 感谢观看